像我懷孕的時候 我還穿著比基尼去游泳耶 每個人都這樣 肚子很大啊 就管她去死的 對啊 而且想說拚了 因為旁邊都是上空的 只有我一個孕婦還穿比基尼 我比她喝的 妳該不會還在好運期間喝酒吧 我不會喝酒 我吃麻油雞會醉的 所以我很少 那有吃辣那些嗎 有啊 不是 這應該讓男人更把眼睛轉去 看那些胸部吧 因為我們旁邊都是歐洲那種美女啊 他們在那邊就擺一個下午 都沒有下去游 就是在那邊聊天 那我就在那邊 我是穿比基尼的孕婦在那邊 游過來就游過來 他們一直看我很納悶 沒有 我覺得那些男人看到你大肚 你還在那邊穿比基尼 你一定覺得很解開 就會提醒他們 如果跟那些歐洲美女亂搞 等一下就會有這個下場 對 搞成這樣 對 像一個事後的警告 對 然後糾纏不清的孕婦 好 我們要讓大家見識一下 比基尼小姐的奢侈品 所以妳花多少錢 15萬 15萬 對... 比基尼姐 妳為什麼沒有連她 脖子那也買下來 我有看過有人戴過 對 她越戴格子越長 我在日本 因為我去出外景 然後它這裡面是 全部是一個愛的 確定那是詩嗎 是詩 Love song 妳因為是髒話嗎 因為妳不懂畫文的話 也不知道它寫什麼 對 這是什麼 然後這是一個很... 我從來沒有戴過 這是莫斯基諾 她當紅的時候做的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我就覺得 這根本就是一個藝術品 好可愛 對 它就是一個領子 這很好看 是硬的嗎 妳看Asmie 平常不是喜歡穿這樣洋裝嗎 然後妳就在這裡 它就是一個領子 它是打出來的 菁姐 妳好時尚喔 領子 這個很好看 而且它是金屬的領子 它手工打的 可是怎麼開 沒有 它已經打不開了 因為我一直沒用 它已經卡住在前面 對 卡住 所以我不能戴是不是 可以 妳可以想辦法把它打開 妳說這樣嗎 可是妳好像也幫別的歌手 做過造型 那時候後來有一陣子 我沒有出唱片的時候 然後我有幫大S 小S嘛 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下課十分鐘就是我編的啊 真的 對啊 就送去醫院 然後一直交代我女兒後事 我都不能呼吸 這有什麼好笑 我就是笑著 這不應該笑耶 洪衛銘 對 妳現在了解了嗎 妳覺得她太戲劇化是不是 對啊 那種... 後來妳一定要出來 因為媒體是追著妳跑 妳乾脆是記者會 他們就不會再一直問妳 一次解決掉 對... 那那一次出來的時候 有考慮說 我要看起來比較樸素 還是我要性感 還是... 我跟你講 我一直在白心秀 我說我明天一個癌症的人 他應該穿得樸素一點 還是怎麼樣 一直換... 我女兒就覺得我很好笑 妳知道嗎 妳還是原來的妳 那就是妳做妳自己就好啦 那如果覺得拍得不好看 或是失教的話 我們可以現場就把它刪掉 這邊有個小垃圾桶有沒有 按一下 它就刪掉了 妳可以自己選擇 那底片在哪兒 怎麼有底片啊 現在有種東西叫做那個什麼 SD卡 那個什麼 記憶卡 記憶卡 然後呢 記憶卡在哪兒 那妳每次看照片 妳要從哪裡看 就在上面看啊 妳就不去洗了 除非妳要洗 妳再去洗 妳就把記憶卡給她 對 妳這麼有人性 妳要有照片本 沒有 它也是可以洗出來 寫出照片 這個就是現在的記憶卡 Oh my God 變得 那個放不進去 所以Billy離婚的時候 也是這個想法嗎 要穿一套讓對方 回味無窮的衣服 也沒有 我反而是離婚的時候 反而就是要讓自己覺得說 我不管妳怎麼看我 但是我就是很開心 我不要讓妳再看到我是 哭哭啼啼的 所以不要灰噗噗的感覺 對 然後就是完全是自我 對 剛才他們說 Billy是最令人嚮往的搭配服裝 所以Billy先抽吧 好 因為妳這 妳這不算是地雷鼓 妳要抽這個嗎 來了...是誰 到底是誰 我們看一下 加油 拉...快拉... 是鬼鬼 是鬼鬼 好 鬼鬼 抽中了 妳好 是我嗎 來 所以妳跟Billy一組 所以呢 可是我的衣服她怎麼穿一下 趕快也沒那麼胖 好 我真的不理解離婚 怎麼會穿那個樣子 所以妳有故事嗎 妳有精神在裡面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OK 對 妳要先看到她 歡迎鬼鬼出場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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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真的走出摩托爾那種 對 對 好 加油 鬼鬼來出發了 Yeah Oh yeah 她為什麼好像不太會走 對 真的 你知道是老娘要去流浪了 我已經不在乎這種關係了 S走一下給她看 她擺動都不夠了 是老娘要去流浪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對 好 無敵 回來了 那種老娘要去流浪 妳演什麼戲都像嗜酒啦 這雙妳還穿得到嗎 當然喔 這是我的新鞋耶 我還買了一雙給我... 還買了一雙給我而已 她只是...她只是基於... 她只是基於酒餐好而已 對 真的啊 沒有 妳會選這雙鞋 代表妳真的品味非常高超 妳也是 妳好眼光 好 妳們兩個戴老婆 我們拿咖啡來 我追了毛丁跟劉蘇 對 這一雙她一直不懂 她看我不懂 這個... 記得呼吸... 這個好 這個真的好 因為這個妳短裙 幼崽褲都可以配 1969年生的 McQueen McQueen OK 這是已經過世了那位McQueen 對 我愛死她了 所以她一走的時候 我就要進去任何McQueen的店 我就摸她的衣服說 McQueen 好久 然後那個售貨物就說 You know him Oh my God I know him 妳認識什麼Queen 我可以把妳弄成這樣 所以妳從小就在過明星的生活耶 對 我從小就見到這些人 還有什麼余佑任啊 所有的 好厲害 妳見過余佑任 真的嗎 真的耶 真的假的嗎 那是老筆帥 好恐怖喔 那老筆帥 就是說妳跳老筆帥 就要跟老人見面 是這樣子嗎 不是...是因為我常常在 蔣夫人的學校 余佑任是放在人愛路圓環中間 那個是余佑任吧 那我當時那個老人是誰 就是那個老筆帥啊 我小的時候也有去看人家表演 搞不好我會看到妳的老筆帥 真的喔 對 因為同樣年紀嘛 我爸爸會帶我去 看到老筆帥 你怎麼想到老筆帥 你有沒有想到 根本之前就一直想要 假裝不是他兒子啊 所以為什麼現在願意帶兒子過來 對 然後他之前有很傲人的一個經驗 是他被Super Junior的老闆看中 要把他請去組團 就看到我就對我有興趣 那其實連續也差不多聊了 快要一年 整整一年 然後後來我audition的時候 東方神奇也有來看 然後就是到之後要簽約的時候 就是媽媽剛好來美國看我 然後我們就有談 什麼重要的事 怎麼能夠讓比利決定呢 不是... 就是應該這麼重要的事 要讓媽媽決定嗎 可是他就是以昏庸著稱啊 你讓他決定這種事幹嘛 他那時候一直打電話跟我講說 有個航空公司要簽他 那簽我去 對... 他現在出來當藝人 你一定更擔心啊 你萬一輿論的 對他的批評什麼 你不是心疼死了 對 會 因為我要陪他來上節目 比他還緊張 好像我再出片 不是因為聊前夫的事嗎 不是 是因為怕兒子表現不好 也不是 我就是莫名的緊張 所以妳是說 妳如果自己來上康星 妳反而不緊張 沒錯 我很輸